我來看家吉市的消息 為了建立郵執兵局 普及的登記照顧服務體系 家吉市政府和衛星福利部 在12號聯合基盤 登記12月2點空水平會 由家吉市長投身體 衛星福利部長官 和財政的學者、專家、民意代表、團體代表 以及服務提供者 進行交通水平 透過保障的交流 建立一個服務長 找到、看得到、用得到 登記服務 希望我們長照2.0 能夠非常成功的 聆記大家的一些想法共識 再以最經濟有效的方法 能夠來推動我們台灣的長照2.0版 當然在這個同時 希望說我們中央能夠體會到真正的長期照顧制度 就是能夠不要長期照顧 或是說能夠延返長期照顧的發生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從事 預防醫學的努力 來減少長照的需求 這一點我們也希望能夠 重要把這個考慮在內 市長頭身體強調 這次雖然醫療以長照主委豐富 但民營就將來夠的超高齡社會 如何將頂部 六十二方保険 瓦領合法 編犯失靈 實在是欺負擁喚 並且拼在美濟的議題 因此有配合 國家長照十年計劃2.0 這次已經接觸三次 會前回 以負責AB 以及四級 和負責大陸合法 交通協調 就由環境一極方連結 建立多點的負責 該市已經做好準備 平常有信心 行政擁護保護士團隊 成為 老日健康 老衣有所用 平常連推電 以負責醫學 以及健康促進的一個 健康使喚詐詞 新新聞長名 王小山 改市蔡鳳報道